神舟17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第二个载人飞行任务 神舟17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将与神舟16号乘组完成载轨交接和轮换 作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个飞行乘组 神舟16号三名航天员顺利完成了出舱中国空间站第四次太空授课等任务 并开展了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参与完成多次应用载客出舱安装任务 按照计划 神舟16号乘组将在交接和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